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第一个Cinecam的Value 有的大概R34个零件都放在一起 这个要求呢就是一个是那个Shop Gun的时候 要轻可以EZ拿 然后可以快速的转到那个Gimbal上面 然后也可以Switch到那个三脚架上面 也能够很快速 最要是轻便 然后电池的话 我是用的MPF Sony的电池 因为用V-Mount Battery的话会很大 所以电池啊Monitor啊 一些东西 这些配件呢 也是选了很多里面选出来的 所以想 就是 再拼装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些配件的连接 在Amazon 我都会放在油管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反正 那么我们现在逐装一下 看看成品后是怎么样 OK 这个是Black Magic 6K G2 Camera 那个比一般的会大很多 我们现在先装 那个CAMERA CAGE CAMERA CAGE CAMERA CAGE CAMERA CAGE的LINK 这个是Small Rick的CAGE OK 这个CAGE 是三个螺丝固定的 三个螺丝固定的 三个螺丝固定的 所以那个看上去就很老了 这个装上去 这个CAGE Button 它有一个SLA 可以装那个SSD 我们用的是 Samsung 的SSD T5 这个T5 SSD卡进去了 那个Nedle Top Reel 这个是站在这上面的 这样的话 这个上面可以装HANDLE OK 这个Nedle CAMERA CAGE CAMERA CAGE 这个是一个CAMERA CAGE 这个是一个CAMERA CAGE 这个装在这旁边的 是我要装那个Battery Holder 这是一个CAMERA CAGE 这个是那个Battery 那个CAMERA CAGE 这个是那个Battery 那个是USB-C CAMERA CAGE 跟那个SD Color Holder 这个就是 防止那个脱落 那个SD卡这里脱落 所以这样装上去就可以 装在这个上面 是个SD Holder 这个是一个CAMERA CAGE 就是装在那个FRAME上面 防止那个CAMERA CAGE 那个HDMI 跟那个Battery CAMERA CAGE 那个不要掉下来的 再装一个 再装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装那个Rode 要Ctrl这个Rode Rode应该 是要放那个Menu 那个FollowFox 要装在这上面 所以要把这个圈装在上面 然后这个Rode可以再装进去 OK 那个Rode HAND装好了 这里也是一个NEDLE吧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NEDLE的东西可以CLEM 上去很EASY 然后我们就可以 放这个Rode 所以这个Rode的话 以后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装那个FORKS 就是那个FollowFORKS的东西 然后把那个Cable桶 这个是一个 有Ride Angle的 那个HDMI卡 这个是个电源线 我们等一会要Wedge 电源 这个因为用Battery的话 这个相机就是很 耗电很快 我们用Wedge 电源 这个是电源线 好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USB-C from external SD卡 连到了这个上面去 然后这个是电源线 这个等于会是Wedge External Monitor的线 这个是那个电源的 MPF 那个Sony Battery的电源 可以装这里 所以我这个只能装 要抬高的话 要不的话我这几个Battery 就不能可操作 OK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几个Battery也可以操作 这几个Battery 这里也都有足够的空间 Narrow的Handle 就这样这样卡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Monitor的Adapt 这个是Narrow的话 我就只要把这个你看 这样插上去就可以了 就净 就不会掉下 然后把这个旋钮 这里插上去 这个旋钮 一旋 净了 OK 这样就这样可以拉 OK 哇 我们可以装这个镜头 这个Sigma 1.8的 16 35 然后是很多的 用这个 用在Black Magic上面 这上面我已经套上 那个MenuFocus 因为这个支持 是不是AutoFocus 所以我已经套上 那个FocusRing 还有 这里Andy VariableAndyFilt 因为拍视频的话 你AndyFilter一定是要用的 然后我们可以装这个 MenuFocus 那个Focus 那个Focus 这个的话 给它 这个是调整的 所以我们就 这MenuFocus 就 套在这个Rode上面 然后把这个旋钮就可以了 然后看我 这里 转动的话 你看 就 这个Focus 它也会 就是跟着动 OK 然后我们 可以装 这个Handle 它旁边有一个Cuzion 这里可以插进去 我们可以装那个 Microphone Microphone现在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就是连上Microphone 然后我们就是连上Microphone Mic 上 OK 刚刚这个电源线 我们可以直接插在 这个 Adapt上面 Battery的Adapt上面 然后我们装上电子就可以了 现在上这个电池 OK 然后我们现在装External Monitor External Monitor 就是装上面就是 装好HDMI cable 脸上 然后我们可以装 把这个 这个 因为现在 这个装了之后 它不是很稳 它这个机器不是很稳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Quick Releas Play 是Main to Float Main Float的 这是一个Main Float的Quick Releas Play 然后有四个角 所以像机房上面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装上去 可以Slide 可以Slide 所以我们要Make sure 它是Balance 装在哪个位置 OK 这个架子装好 然后我们可以装的是这个Main Box Main Box 就直接装在这个 套在这上面就可以 这是那个浙光的 OK 我这里呢我准备用两个电池 这个这个电池呢 是可以这些 用用于相机的 我这里就插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嗯 还有一个 东西 它这个External SSD Driver 那个T5 Sony 那个现在很贵 两个TB 差不多要300多块 现在然后这个M2 M2 M2的那个memory 就很便宜 所以呢我现在用了这个 M2的memory 这两个TB大概100块都不到 所以我们因为现在这个拍的全部是 Black Magic Roof 所以那个容量会很大很大 所以我这个呢就是预备的 万一这个如果 啊T5满了之后 我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用起来挺挺方便 就把这个 这个是可以switch的 我现在上个两个TB 就要插在这上面 把这个Cable 拿下来 T5上面的Cable拿下来 我插在这上面 然后这里一放 也就可以用这个Hard drive 这个也有两个TB 然后这下面也是两个TB 我现在是我用的是这个上面 OK 啊还有一个是50毫米的镜头 那个是Video那个Ball Head 还有一个Main Frame的Play 是给那个Tropa可以用的 还有这个智云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Gamble 啊我这个Setup呢 这个Battery我都是用的MP4的SonyBattery 啊这个External Monitor呢 我也是用这个电池 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可以换 所以我只要这上面插上去 这个Shooting齿能呢 也不是很重啊 手上拿着反正还可以 Battery 然后它因为下面是Main Flood的Quick Slip 我可以直接 放到那个Gamble上面 这个设置呢 第一个我要求方便的是什么 就是它如果 我我现在是做Hand Gun Shooting 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要修 放到Gamble上面 也很容易 我就把上面的 重的毛链铲拿下来 先把两个Cable拿掉 HDML Cable 跟那个 Microphone Cable 然后我就这个 Nettle这个Clamp 一下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就可以拿掉 拿掉之后 这个机器我觉得 就可以装在那个Gamble上面 这个也可以放在那个 Main Flood的 那个Chapa 这个是550的Chapa 然后这个是它的V6 这个V6很好 是一个很重的很大的 所以这么大的机器 所以可以放在这上面 所以这个连着这个角 一起可以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很快 就是手手拍的话 马上又可以一下转道 这个呢 我也可以用这个 External Terminal跟Handle 从那个Black Magic下面上面拿下来 然后一下就用那个Nettle 那个Switch Clamp 就可以装到这个Sony上面 这个Sony ZV1 是一个很小的机器 但是它的AutoFocus 一些 V6的功能非常好 因为这个机器小 所以我这个配的呢 是VMOM 这个Battery很大 可以用很长时间拍这个机器 然后我是用的那个Dummy Battery 连到那个Camera 然后这个还可以更现 连到那个External Monitor 所以这个Monitor 我也就是用的这个VMOM Battery 这个镜头呢上面的是 我用的是21.8的G 啊镜头 我另外呢 还有一个旁边那个镜头呢 是24105F4的镜头 这个镜头也是防抖性的很好的 然后也是一个Travel的镜头 啊所以这样一个配套呢 就非常小 啊所以有些如果地方 我那个Black Magic不能带去 太大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个机器来拍 然后拆卸啊什么 丑窗啊也很方便很小 轻巧啊 所以这两个机器放在一起 应该能够 Meet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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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